欸有了有了 有料有料 嗚呼 喔 又是新的一天 我的牧場 生生不息啊 看到耳生呢在這邊做這個肉品加工啊 還有我們這邊屠宰場啊 你看 有沒有 生產的也是相當有規模的喔 欸 我跟你講啦 喔 欸 怎麼了 當初齁 就是你在趕我一直趕 然後害我設計不良 我覺得這個空間太小了啦 怎麼說 他每次竹籤進來的時候都會卡這個門 你看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好 來喔 正常我們門不是這樣先關著嗎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往裡面推 然後就卡住了 喔喔喔喔 喔真的欸 然後如果你要要牽嘛 把牠牽到那個牆後 有沒有發現 發生什麼事 你有沒有看到 喔 沒辦法牽到最底面這樣子啦 對 然後就很麻煩 了解 喔 所以你是希望可以改造是不是 我覺得 整個動線都很有問題 喔 來把牠加款 這不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那時候你們就一直逼我 不害我真的是 欸我發現 我發現這邊也可以改造欸 因為我們每次這樣弄肉的時候 你沒發現這樣進出很麻煩 然後車子我覺得要弄一個像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卸貨那種 我知道什麼貨運公司 對對對對對 我想說這樣鏟著啊 直接把牆壁給打開 然後這樣子開了一個門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肉品放在那個貨車上面 okok 那我覺得我們來改造一下好了啦 我改這邊好了啦 加工室這裡看一下喔 嘿 他這個是只有一格嘛 所以我們只要留一格就好了吧 我這樣的話我這邊做那個大拱人啦 然後你知道開的時候我車子停在這個位置 然後拱門一開 他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做那個卸貨 很方便 對這樣很方便 我覺得可以再凸一格欸 再凸一格出來喔 對啊然後我們這樣可以再多擺一點那個 工作台熟成就對了 工作台啊 這麼貪心嗎 我們只要可能 需要兩個 我們需要兩組那個全自動的 這麼貪心喔 因為我們現在訂單越來越多啦 哇靠太貪心了太貪心了 真的啊真的啊 沒關係啊我們木頭 木頭現在是滿的啦 這邊有兩百個木頭可以夠你用 我們的招牌就要被拆掉了欸 很可惜 我很喜歡那個招牌 我們拔變激情試射2.0 越來越奇怪了 皮力的設計 等一下要先把車 你先把車停過去看看啊 還是我們先買車 大海來車試看看 對啊先來看看啊 好買車 洗集新車 走我們去看一下 洗集新車 你要買哪一種的 你要買貨車冷藏的 還是要買別種類型的 有沒有那種八輪傳動的 越野車 什麼叫八輪傳動 要不然你十二輪傳動看看好了 八輪傳動什麼鬼 欸有越野車皮卡 全地形車小型卡車吧 我們現在可以買小型卡車了嗎 可以也可以買那個皮卡啦 但是我是建議是可以買小型卡車比較好一點 卡車是講人活體都可以載過去對不對 對 那好啊那買這個啊 好買啊 買了買了 我們之後如果來不及殺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火體拿去賣 欸在哪裡啊 喔有了有了 你先開到那個修車場裡面 改一下車是吧 有要調顏色嗎 可以調一個符合我們風格的確定 什麼叫符合我們風格 他可以畫圖案嗎 這樣吧 這樣吧 這個是符合我們風格吧 好了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圖案啊 沒有沒有圖案可以畫 好啦那我們就把車開回去啊 哇這台車油剩一半而已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已經從那個 一般家庭代工變成那個專業 專業牧場了 專業牧場 這台車速度很快欸 好快喔 對啊我靠 啊他好油嗎重點 還好還好普通而已 好我要倒車我要倒車了 欸真的需要兩格啦 真的 格就好了啦 來喔啊你要有人幫我砍來啊 我這看不到後面欸 抱歉抱歉來 來喔我幫你看喔 來 來往右打 往右打啦 太快太快 前進前進前進 前進往右 前面有水井啦 你真的前面有水井很危險 往左往左打 往太 OK 你開那個門看看 欸有剛好剛好 剛好是不是 剛好剛好剛好 非常棒 這麼剛好喔 對讚喔 那我要蓋閘門嗎 門喔 門我覺得要 因為到時候如果我們拖那個動物跑進來 他會亂跑 我覺得一定很白癡 等一下一定很白癡 來來你去開車 欸可以欸這樣可以欸 對阿這樣就OK啦你看 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直接把你那個 需要用到的那個貨物對不對 這樣子然後就把他搬上車就好了 有沒有那搬完可以直接上車 欸好方便喔 有沒有你看 哇 太讚了吧 很方便欸這個很方便欸 一百分一百分這一百分 那你屠宰室後面應該也要加寬吧 你不是說會卡住嗎 對我屠宰室我已經想好怎麼弄了 已經想好怎麼弄了 相信我我跟你講動線這次一定超棒 你說的我害怕 不棒的話 不棒的話我殺頭好不好 我殺一頭豬 殺頭 不過這樣其實還蠻奇怪的 不會啦 不會啦 外觀看起來真的蠻詭異的這個建築結構 我沒有我們是頂樓加蓋阿 很搞笑阿這個真的蠻搞笑的 算了阿每關我們之後再來慢慢搞阿 先把這搞定 對阿 我要蓋超多冰箱的 我要蓋超多冰箱的 你要蓋這個就對了 OK啦 這也是可以啦 好啦 我看你 看你的施工大作好不好 我都要想很遠了開玩笑 我都要想很遠了開玩笑 想很遠 阿你不是說 怎麼旁邊又衍生一塊出來 多蓋了多蓋了 蓋越多耶 沒事沒事我想一下 好 蓋是不是很棒 對阿很棒喔 看你屋頂怎麼蓋阿 哼哼哼哼 屋頂我早就想好了 我跟你講 好阿 來阿 上次你看你蓋那怪屋頂 來阿 我還不想要吐槽這個咧 你自己看一下 你遠遠看感覺還好喔 阿你看這邊是怎樣 這邊中間 有個屋頂沒有連結在一起的 沒有阿那是遊戲的問題 不是我問題喔 喔你很奇妙 那是遊戲的問題喔 這個阿觀眾評評理 你們在下方留言 你們覺得這個建築奇不奇怪 那是遊戲的問題阿 美觀已經死去了 這個美觀明顯已經死去了 可以啦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重點是 沒有重點 沒有重點 我們現在這個 經過這個豬卷都有點lag 他宣了太多小豬了 我看一下好 我好久沒去豬卷看了 哇塞這怎樣 這太離譜了喔 這太離譜了 我們已經殺了很多 這個我覺得要處理一下了啦 太多了啦 而且羊也有生心的欸 羊現在有心的 哇這豬屎超多的 原來他們又懷孕了 又懷孕了啦 我覺得可能要殺一些豬欸 這豬太多了 有看到了 我看到一頭沒懷孕的 我要脫狗了 好 好喔 等一下我們這邊到幾頭豬 最後我這樣數一數應該快50頭了 有可能喔 太多了 我覺得先殺掉一點嘛 先殺掉一點 然後我們要幫山羊蓋家吧 因為山羊也懷孕了 不是這個 裡面都這麼能生了嗎 阿我們的雞卷呢 雞舍呢 雞舍呢 雞舍是怎樣 雞跟一堆母雞欸 就這個公雞 公雞超累的吧 而且 這邊的蛋也太多了吧 我們現在一天生產的蛋就一大堆欸 我看地上全部都是蛋欸 我看一下這樣子裝多少 22顆蛋欸 一天就22顆蛋 這樣還蠻多的吧 喔 欸酷欸 有了有了 阿不對阿我們這羊是公的欸 我們有母羊 母羊懷孕欸 你確定要吸他的奶 懷孕才有奶吸阿 阿哺乳 不是嗎 有這麼簡單的道理 阿我們要跟小羊 小羊搶 沒差了 小羊吃吃飼料啦 有有抓住了抓住了 來你去你去安裝那個機器給你吸 可以吸嗎 我來我來我來 欸可以欸可以欸可以欸 那 他被固定他會被固定住欸 有有有 要吸了 他吸完了 哥只能吸0.5沒了欸 沒了啦 沒有了吧 吸5而已喔 吸完了啦 這個5 這個5單位是什麼 公升嗎 5公升那很多欸 5公升 沒了沒了 那我吸你的吸你了 來來來 來請吸 那我按在哪裡 坐坐 5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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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升 唉羊跑走羊跑走 把他送回去把他送回去 呵呵呵 好ㄎㄟ齁 真的很ㄎㄟ 快笑死 他吸完看 你看他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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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臉滿足 他被吸完一臉酥麻的感覺 很舒服 麻塞阿麻塞阿 他現在沒有藏奶了啦 沒有藏奶 對 他現在麻塞很紓壓了 舒服舒服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弄那個嗎 馬舊嗎 不然弄一下馬舊 對吧 我們就蓋一間馬舊吧 因為我們後面不是要 原本要弄一個什麼賽馬場 對阿 所以我們就先 要不然先買馬好了啦 買完馬我們再那個阿 先去批發一句回來 嗯 我覺得先去批 他的馬是要練喔 他的馬是比如說你要讓他練跑練什麼 然後讓他總馬的 比如說屬性阿 都變得很強 那你就可以賣更多錢 所以我們要準備養馬娘了 呵呵 總算 特雷申學員 這邊嗎 前往拍賣會50塊 欸 不行耶 他這個太 我跟你講 買不起 買不起 我們家還買不起 來不起 一隻 現在喊到6000塊了 6000 來來來 我們家租很多 基業很多 來來來 好啊 快 我現在沒錢 你們快點你們快點 馬上讓你抽到開塊給我們了 喔 有3800的 啊 來不及了 你們快點 我現在缺現金 有一隻4100塊的啦 而且他根本在念 他剛面念老蛇你知道嗎 現在拍賣那個人他喊超快的 超快 他還不用喘氣耶 這是要買兩隻去培養是不是 感覺應該是要買兩隻以上去教 就是去那種種馬 他一直跟我進比較好煩喔 欸 得標 得標了 得標了 那不用賣了 不用賣了 得標了 我們的馬 怪怪的 嗚 欸 有了有了 有料有料 嗚呼 嗨 你們好 花了3000塊買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我覺得我們把那個租卷弄一弄啦 我們看能不能之後把那個 馬舊跟租卷分離好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馬舊那個位置是可以的 就不用再蓋一個新馬舊了 但是租卷可能要跟 馬舊分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 圍欄再擴大一點點 圍欄擴大一點 喔 但是他的那個飼料要吃得到 我們的水塔跟穀倉欸 對啊 就是我們往水塔方向擴大啊 然後呢 之後再把那個豬跟馬的那個圍欄分開 就現在先不要分開 是因為 你根本分不完 因為太多隻了 先等他們長大 然後再把他殺掉 對 一隻一隻殺掉 這樣我們就可以那個 慢慢的 把他們給清理 不然現在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個要花個 兩個小時應該都清不完啦 頭太痛了 頭很痛啊 對 來啦 我把車子開過來了 你們偵偷偷藏的木板 我把你的 總算派上用場 把你們的私房錢拉出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 我是想說就是 直接從這裡延伸啦 有沒有 往這邊延伸過去 因為我現在最後面的想法是說 乾脆就直接讓他 整個蓋到很大 把整個牧場包圍起來 把整個牧場包圍起來 對啊 不然你後面這個 你還有這個訓練圍場 訓練圍場還沒弄啊 他需要 一百 哦 訓練圍場我去可以先蓋 因為這個是要給那個馬 馬跑的地方對不對 跑馬的位置 給馬跑的地方 對啊 可是這邊 他可能就要蓋在比較外圍的位置 哦 這邊 這個位置剛好 這個位置剛好 然後我那個豬圈就慢慢圍圍過去啊 好啊 你看一下這樣行不行 我跟JK再過來一點 再過去一點 對啊 到這個位置吧 大門在這邊 這樣不太近啊 還好啦 還好 這樣太近吧 沒事啊 我跟你講 東西放近一點才好啊 你還有牛呢 你牛色都沒蓋 對啊 你蓋在肉品加工廠後面 肉品加工廠 馬會嚇到吧 你要怎麼信仰 他會嚇到 每天就看到那個 如果我說 你不好好做 訓練失敗就三杯 你不乖就三杯啊 好慘人 沒有啦 我覺得蓋這個 蓋那個位置啦 我蓋蓋那邊就可以了 也是也是 那邊我覺得 就還蠻適合的 風景好對不對 而且旁邊又是 剛好有塊大空地 沒錯 感覺 訓馬場 就要 研究一下 他這個 怎麼樣可以把馬給 培養起來之後呢 讓他屬性變得更加強 然後再把他拍賣掉 這樣跳就有了嗎 欸有耶真的有耶 他有家嗎 他有家他有家 什麼東西 很好笑耶這個 他跳那個圈圈就會增加能力值 有用有用 我跟你講 特雷生血緣 那他這樣子 他越跑啊 他屬性就會越強 到後面 他把他練滿之後嘛 譬如說什麼速度 提升到滿格 然後耐力提升到滿格 這匹馬搞不好 跑得比那個車子還要快 說不定啦 我的 我的幻想 浮誇了 浮誇了 哈哈哈 他累了啦 這一隻的耐性也太低了吧 跑個兩步路就累了 這真的不太行 完了 這是三杯的馬嗎 黑金船 哎呦 哇靠 你是怎樣 車禍 車禍 好啦 欸 那這樣的話 我們租卷這樣完成之後 空間又變更大了 這樣我們清大便的位置 就要變更多了 沒事 我們大便等他變一坨的時候 再清就好了 也可以啦 這樣比較快 好啦 差不多啦 今天其實 蓋了滿多東西的嘛 你看我們現在租卷呢 整個已經擴張了 然後呢 蓋了一個新的水車 這個水 這個風車呢 可以直接 取用地下水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在那邊一個一個搬了 哇 解放雙手 感覺真好 是不是 然後 阿船的家 阿船的家我覺得 不難啦 就是到時候就直接把馬舊蓋在旁邊 有沒有 我們再蓋一個對不對 再蓋一個 之後啦 之後再蓋一個 然後 我們再蓋一個更長的區域 讓他可以跑那個馬 因為他馬有分不同能力嘛 跳躍嘛 然後衝刺 然後有耐力 所以 如果說 要弄的話 還要蓋不同的訓練場 這只是其中一個訓練場而已啊 所以 最好的話就是直接把他蓋到這個 訓練場旁邊 對阿船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他們會更開心 對 那我們這一集的話 也差不多 在這邊告個段落了啦 那下一集 我們就來蓋個大獵馬場好了 順便把阿船的宿舍 然後順便再幫他多添幾隻 我們看能不能 給他配種一下 好不好 要開始要刷因子了嗎 要刷因子了 因子地獄 因子地獄 OK 好啦 那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實況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為了小鈴鐺 如果想看下節的話 請留言敲玩告訴我們啦 那也非常感謝耳聲皮弟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